疫情前的生意水平恐怕還要一段時間 距離現在中秋節還有一個星期 有熱心人士就想辦法 義母幫華埠一間餅店推銷月餅 陳家綺 過來 余穎森在華埠經營餐館40年 現在已經退休 一有時間他就會來天后廟間這間餅店 吃個包 喝杯咖啡 跟老朋友醉舊 如果老闆娘太忙的時候 余穎森更加會義務幫手賣麵包 來吧 菠蘿蔔 來吧 菠蘿蔔 來吧 菠蘿蔔 一個菠蘿蔔 下個星期已經是中秋節 不過餅店老闆娘Hannah表示 為了保持月餅的新鮮度 近三個星期才開始做月餅 加上近日疫情反彈 已經預計今年的生意不會好 因為Delta變了種 那它又更加嚴重 所以有很多人不敢出來買月餅 所以對我們的影響生意是十分之困難 十分之艱鉅 見到Hannah一腳踢經營餅店實在不容易 余穎森突然間凌機一觸 想到幫Hannah義務送貨 只要客人訂夠兩盒或以上的月餅 余穎森就會將月餅免費送上門 刺激生意的同時 又能夠滿足足不出戶 又想吃月餅的民眾 最遠可以送到去Sematel 唯一的條件就是不過橋 大家都是來港街這麼久了 已經很有感情了 我第一天來港街 已經有人幫我了 第一天來港街 那現在我也有機會公安人了 我覺得很開心 很開心 如果需要幫忙的人 我不介意你找我 Hannah表示雖然店舖經營困難 今年做月餅的原材料 成本亦都增加了兩到三成 但她亦都很明白 整體的經濟環境都不理想 因此連續三年她的月餅都沒有加價 此外為了照顧不同顧客的需要 除了傳統的年用 五人等口味之外 Hannah亦都研發了低糖年用 傳素食和芋頭肉鬆等一些比較創新的款式 或者以前買開一盒的現在買一個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都是一件開心的事 起碼有客人願意願意買先 那對於我們小商業來說 是一種希望 希望熬過這段時間 熬過這種困難 余詠心表示送貨服務推出之後 顧客的反應熱烈 至今已經送了超過60盒月餅 她又說只要社區有人需要她 又在她能力範圍之內 她都會幫忙 26台記者陳家琪報導 steal 扮演廳 取消消消reek 心態 請聽聽 衝心 挑 overdere 他的 聲 YOUNG 都不會這麼多 她 stealing